选举剩下一个多月 民进党花莲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8号举办进种开箱 和猫狗凶章开卖活动 张美慧表示 总部以棒球运动 犬猫友善的意向布置 每个星期都会规划温馨的活动 欢迎民众来参加 而询问度很高的猫狗凶章 花莲也在今天开卖 数量有限 想收藏的民众动作要快 宽敞明亮的大厅 通透的两面玻璃墙 赖清德张美慧联合竞选总部 以运动棒球风和友善犬猫意向 作为布置的主题 张美慧欢迎民众有空 可以到竞选总部来坐坐 我们在花莲市复国路133号 我们邀请所有的乡亲 有空都来坐一坐 那这里是棒球风运动风 还有这个友善动物风 大家进来应该可以看到 我们里面有很多这个狗 这一次也是配合的赖清德总统 他的这个竞选主轴是运动风 那狗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副总统 萧美芹他爱猫 那赖清德总统爱狗 那我也是这个爱护动物 我很喜欢宠物很喜欢狗猫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还把在家里 我珍藏的保存的 这个是2016年田志轩 那时候送给萧美芹 他当选花莲立委的时候的一个纪念品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美芹很爱猫 所以就特别送他这个欧妞 我们都说黑猫公仔 而且这还有专属的椅子 椅子还有田志轩的签名 我们觉得看到黑猫看到椅子 那就是在这个工作上 在精神上 民主的精神 为地方努力打拼的精神的一个延续 而询问度很高的Q版猫狗凶章 12月8号上午9点在花莲开卖 有支持民众特别前来购买 就怕晚了买不到 选战倒数37天 张美惠表示他会继续努力 寻求民众认同 而对于现在有所谓的 抹黑和不实的假消息 张美惠他呼吁相亲 要能够常来总部做作 他会告诉大家事实的真相 这一会欢迎视报道